長榮班機載運COVAX第三批疫苗 41.04萬劑 五號下午三點多 抵達桃園機場 其效到十一月底 以目前庫存量 加上上午波瀾贈售的四十萬劑 臺灣的AZ疫苗超過120.4萬劑 打第二劑 這一下進來的AZ的疫苗 第七輪AZ預約將近124萬人 十號打完緊接著第八輪上場 指揮中心說同樣打AZ 但不同於第七輪全給第一劑 第八輪將給第二劑施打 接種對象以九月十三號後 間隔滿十週的 七十五歲以上長者優先 除了AZ疫苗 一天到貨八十一萬劑 三百多萬人都想打的BNT疫苗 第一批九十三點三萬劑 日前已到貨 傳出第二批將在週三抵台 指揮中心也宣布 九月二十三號會開打BNT 疫苗接種順序是高中生先打 接下來才施打國中生 但有站長擔心 可能會撞期HVV疫苗接種時間 目前台灣二劑覆蓋率只有百分之四 專家都認為要提高老年人 高風險族群二劑覆蓋率 才可能守住Delta防線 記者林英偉 曹專人 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